大家好,这里是消费流行线,这是一档全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蒋洋洋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圣诞礼物应该怎么挑选 进入了12月的纽约,空气中都飘散着圣诞和新年的节日味道 不知道各位宝宝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到处都能听到悦耳的圣诞歌曲 看到各种圣诞节装扮了呢 这些都预示着对于北美人民一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圣诞节就要来临了 各位生活在北美的宝宝们,有没有也很期待这个节目呢? 节日呢?毕竟圣诞节就意味着放假,收礼物 那对于小朋友们来讲,圣诞节是最欢乐的时光了 因为圣诞老公公又要来送礼物了,不要不相信哦 大多数孩子真的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肩负着圣诞老人的使命,我们也要精心的给宝贝们挑选一下礼物 当然啦,圣诞节肯定不仅仅是收礼物,那我们也要送出自己的心意呀 互相交换礼物,感觉快乐都会成倍数的叠加呢 大家有决定好,那送亲有什么礼物了吗? 是送bling bling的首饰万表,还是高大胜的电子科技 或者大牌包包钱包 双十一和黑五刚过 相信大家把想美的都已经抢到手了吧 身边的好多小伙伴都已经在吃土了 这个时候,送一些小零食、小甜点 最方便也最合适 因为谁会在圣诞节减肥呢? 肯定是大口腮肉的节奏 既可以让收到的人吃得开心 吃完进肚子里又不占家里的空间 甜甜的甜食暖了心 有颜值高又好吃的巧克力和小糖果礼盒 酥酥脆脆的饼干礼盒配上一杯温暖的茶 就是简单的下午茶点 交换礼物或者是当个伴手礼都非常合适 甜甜温暖彼此的心 尤其是这个时候挑选上一块别致的巧克力 送给你爱的人,或者送给小朋友 或者是犒劳忙碌了一整年的自己 都是合适不过的礼物 提到圣诞节就会想起巧克力 真的是绝配啊 而且呀,这些美好甜蜜的东西 非常适合还在暧昧期的朋友们 礼物不会贵的失去分寸 又能间接表达自己的心意 真是恰到好处 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 性价比高又大气的巧克力 那第一款我为大家挑选的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金沙 它起源于意大利 包装精美的都舍不得拆开 打开金纸里面是厚厚的巧克力裹人房子 必须张大嘴巴,咬一口简直爽爆了 裹人多多巧克力超浓厚 根本听不下来 今年的金沙巧克力大理球 圣诞限定版 一共有四种规格可以选择 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呢 是费列罗金沙巧克力巨型大球 这个真的很大 这个是四种里面最大的那一款 足足有240克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用来交换礼物了 收到这个礼物的人一定很惊喜 现在在Amazon只卖15块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大太夸张了 其实也可以买小一个size的 125克的 这个现在打特价只要4块多 真的很便宜 那第二款我为大家推荐的 就是TraderJaws的巧克力日历 按照日历的形式 每个日期里都有一颗巧克力 圣诞倒数全靠这个倒数日历了 TraderJaws被北美的小伙伴们 爱称为缺德旧 可是东西实在是大大的良心 不光价格品质和健康 让人挑不出刺儿 味道也好 几乎没踩过什么雷 要知道美国人的口味那么猎奇 每次买零食的时候都感觉跟买彩票似的忐忑 那每年圣诞节 确得就都会推出圣诞巧克力日历 大家现在已经可以在店里买到了 一共有4种款式 包装简直太可爱了 重点是 才99分 真的1美元都不到哦 价格这么便宜 真的想一次全都带回家 每天吃一颗甜甜蜜蜜到圣诞节 这个真的特别适合见到田时就控制不住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 记住每天只能吃一颗哦 那第三款就是妙趣挡不住的MM豆 那MM的巧克力豆真是奇思妙想 豆豆上不仅可以有商家自己设置的logo标志 还可以自己DIY文字和图案 享受定制的乐趣 将你的心意和创意都展现出来 塑造属于你自己或者只属于你们之间的惊喜和回忆 收到礼物肯定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有25种缤纷颜色可以选择 真的是很棒很创意的礼物 而且有什么比自己定制的一份属于两个人的巧克力更有回忆的呢 那应该怎么定制呢 我来教大家 第一步自己设计 可以选择照片 有趣的小画还有文字 那我推荐最好是你们的漫画形式哦 如果是正常的图片 印到上面可能会模糊 因为是会变成黑白色的 第二步选择包装 第三步就坐等收获啦 记住定制只能在官网哦 49块9 一大盒有两磅 虽然有点贵 但是是真的很特别 那第四款是 格黛瓦哥凡蒂 自1962年就成为了比利时皇家御用巧克力 这些年来从著名的松露型巧克力和模制巧克力 到充满欧洲风味的巧克力饼干 独立包装巧克力系列 咖啡 热可可等多样化巧克力产品 十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现在官网满50就有75折 那点开官网 就能看见这个大大的巧克力饼干房子 我呢一下就被吸引了 看起来特别温馨 而且能感受到一起动手DIY的乐趣 现在打75折 这样算下来大概要50美金 需要自己选择的巧克力形状和口味 这样可以搭建不同类型的房子 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如果觉得这样挑选太麻烦了 又不是很介意巧克力的口感 那可以试试这种帮你搭配好的 像IKEA家具一样 按照说明书就可以拼凑起来了 特别容易 那在Costco买东西呢 几乎不用考虑价钱 因为这里的产品一直是以最接近成本价的低廉价格出售的 圣诞来临 Costco也推出了很多巧克力礼盒 那我自己特别喜欢这款巧克力脆皮饼 鲜亮的红白色包装是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礼盒 忍不住自己也买了一盒尝尝 脆皮薄薄的一层淋上巧克力酱一口咬开 满嘴巧克力的香甜 咯吱咯吱的咀嚼感也让人克制不住想要多吃几个 我都能想象出周末朋友聚会 一盒打开不出一个小时肯定被瓜分干净了 而且一盒只要8块99哦 大家逛Costco的时候别忘记放一盒在购物车里 那最后一款呢是这个比利时小巧克力球 这个呢是Costco每到Holiday Season就会上架的一个牌子 这一款高颜值的比利时巧克力球打开包装的一瞬间 就会被排列整齐颜色各异的巧克力球吸引住了 轻轻咬开黑巧白巧或者牛奶巧克力的外皮 就会发现里面藏着七种不同口味的慕斯 柠檬小红莓焦糖椰蓉巧克力 香草焦糖布丁软软嫩嫩的融化在口中一口一个 恍惚间觉得慕斯内馅口感有一点像酒心巧克力呢 现在Costco只卖24块5毛1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圣诞礼物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